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竹万干鞋 好了 刚刚呢 娜姐给大家朗读了一遍 风 那接下来呀 就进入古诗的解读 还有思维导图的绘制环节咯 大家提前准备好导图绘制的本子 铅笔 彩笔 橡皮 这些工具啊 那按照咱们前面讲到的思维导图绘制的要求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个中心图要绘制什么 才能更加有利于咱们记住这首诗的名字 还有作者呢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风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就绘制一团风出来 那风要怎么画呢 其实呀 我们可以先画一朵云彩 然后呢 这个云彩被风吹得一直在跑 或者是呢 这个云彩它自己在吹风 这样中心图风就知道了 那作者是谁呀 唐朝的李乔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绘制一个叫李乔的人 拿着棒棒糖 然后坐在这朵云上 这样 糖 李乔 我们就记住了 接下来呀 我们来看这第一句 解落三秋叶 这个是说 这个风呀 它能吹落秋天的落叶 那很好画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绘制一棵树 因为是秋天 所以树上的叶子呢 都变黄了 这风一吹呀 叶子都飘落下来了 就这样 解落三秋叶 就记住了 这第二句呢 能开二月花 意思是说呀 风儿能够吹开春天的鲜花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画一簇盛开的鲜花 想象这个二月的花盛开呀 是非常非常的美丽 而且非常的鲜艳 这样 能开二月花就记住了 第三句 过江千尺浪 这句是告诉我们呀 当风刮过江面的时候 能够掀起千尺的巨浪 那我们可以画在一个江面上 然后有很多的浪花 浪花非常非常的大 这样 过江千尺浪 就记住了 最后一句 入竹万干鞋 这就是说呀 这个风吹进竹林里面 能够让万干竹子 全部都倾斜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画一片竹林 然后因为有风吹到这个地方 所有的竹竿呀 全部都变得倾斜了 这样 入竹万干鞋 就记住了 好了 那风这张四维导图呢 我们就绘制完成了 小朋友看着自己的作品 或者是看着娜姐的作品 我们先来一起回忆一遍 风 唐 李乔 解落三秋夜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竹万干鞋 接下来呢 我们把文字给盖上 然后只看咱们绘制的插图 再来回忆一遍 风 唐 李乔 解落三秋夜 能开二月花 过江千尺浪 入竹万干鞋 怎么样 不看文字 我们差不多都能背诵下来了 对不对 非常厉害呢 那最后呀 咱们一起闭上眼睛 来回忆一遍 自己刚刚所画的 所有的插图内容 中心图还记得是什么吗 这个拿着棒棒糖的李乔 它坐在一朵云彩上 而且这个云彩呀 吹着风 或者云彩被风吹着一直在跑 所以这个题目叫做 风 糖 李乔 第一句 想一想咱们画了什么 一棵树 因为是秋天呢 树上所有的叶子都变黄了 这个风一吹呀 叶子都飘落下来了 所以第一句是 解落三秋夜 第二句呢 一簇盛开的花 二月的花盛开得非常美丽 能开二月花 第三句 江面上的浪花 浪花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呢 过江千尺浪 这第四句 我们画了一片竹林 因为风吹到这个地方 所有的竹竿呀 都变得倾斜了 入竹 万竿鞋 怎么样 能够全部都背诵下来了吧 自己闭上眼睛 然后再默默地回一遍 娜姐相信呀 你已经能够背诵下来了 那么恭喜你 今天的课程又要顺利过关咯 赶紧去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展示一下吧 下一节课 我们继续一起挑战下一首古诗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